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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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Yuki 大家好 我是Yuki 今天我要去車站附近的一個老咖啡館吃鬆餅 然後再去車站的百貨公司逛一逛走一走 之後再去市場買菜買水果 晚上再來煮飯 今天的這一集又是主婦的一天了 那現在就跟著我一起去度過主婦的一天吧 今天的天氣也是不錯 很適合出來走一走 現在的街景已經慢慢有秋天的氣氛了 在家裡吃過早午餐之後 現在已經是中午左右了 車站附近的巷弄裡面 已經有不少上班族出來吃午飯了 這裡有一間寫著黑美人的台灣酒吧 應該是台灣人開的酒吧 今天要去吃的咖啡廳就在這裡附近了 這間咖啡廳很有名氣 所以電視上常常介紹 一直都很想去裡面坐一坐 找到了就在這個轉角處 一走進店裡我覺得氣氛還不錯 可是我怎麼覺得也有點像台灣的卡拉OK的感覺 因為是中午時間了 所以客人還蠻多的 來看一下它的菜單 這裡的中午的五間套餐也只要800塊 價錢也是很親民 有附湯有附沙拉還有附飲料 還有其他的單點的意大利麵還有漢堡肉之類的 看起來是很好吃的樣子 這個也是他們的人氣招牌 起司咖哩蛋 不過因為剛吃完早午餐 所以還是想要來吃這個鬆餅 其他的單點飲料也都是在四五百塊的價錢之間 他們還有在賣酒啤酒五百塊 紅酒白酒一杯四百塊 還有看到別租的客人點他們的水果聖誕 好大一個好多水果 點完鬆餅之後店家就附上這個糖漿給我 我點的是熱紅茶 鬆餅看起來很鬆軟很好吃的樣子 而且他附了很多鮮奶油 看了很開心 你很開心 每一道切下來鬆餅真的很鬆軟 再抹上我最爱的鲜奶油一起吃 这里的鲜奶油很好吃 甜度刚刚好 酥饼吃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更像台湾的海绵蛋糕 也是很好吃 刚开始点的时候 我在犹豫要吃一层还是两层 我觉得一层太少 两层又太多 不过最后还是点了两层 原本以为这两层松饼我会吃不完 不过在慢慢的享受这五茶的点心时间 不知不觉松饼就吃光光了 吃完之后就去车站附近的百货公司走一走 这间高级超市在各大的车站里面都看得到 也常常来这里买一些面包还有熟食 逛了一下化妆品杂货店 经过了一间家电的电器行 现在百货公司里面都有像这样子的大型的电器行 不过通常都是以卖家电为主 又逛了一下餐具的杂货店 最后又走到UNIQLO看一下秋冬的衣服 我们也很喜欢买UNIQLO的衣服 通常都是一些基本款 还有一些居家的衣服 这个毛茸茸的外套每年都有 去年我们家也买了三件 有时候都会有特别的优惠 我觉得UNIQLO在日本买真的很便宜 在别的国家的话 我觉得价钱真的有比较高一点 时间好快哦 圣诞节的装饰已经开始在卖了 又逛了一下这个300元的商店 最近也是常常有一些300元以上的商品 这个小小的烤炉我觉得好可爱哦 很适合用来烤年糕 逛完之后又走到家里附近的商店街 要来采买一些日常用品了 因为最近感冒刚好没有多久 所以今天想要来买一些苹果 来补充一下营养 因为以前国中学英文的时候 都会学到这一句 就是一天一颗苹果 使医生远离我 所以感觉生病之后 就会特别想要来吃苹果 而且最近已经慢慢是苹果的季节了 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也有买一些 而且最近市场里面也已经开始在卖秋冬的水果了 先经过了这一间水果蔬菜摊 看看现在有在卖什么样的水果 因为等一下还要采买一些东西 所以打算最后再过来买 现在都开始在卖柿子跟橘子了 今天除了要买水果之外 还要买一些杂货 走进了商店街里面的百元商店 因为这间百元商店是开在商店街市场里面 所以都是卖一些厨房用具比较多 今天我是要来买菜刮布跟抹布的 进去店里找了一下 找到了 这里有在卖好多样式的菜刮布 百元商店的菜刮布便宜又好用 只要有点脏的话就可以马上丢掉 也很卫生 这个是十二入包装的 旁边还有超长的菜刮布可以自己剪大小 最后还是挑了这个五入包装的 最后又拿了这个很吸水的抹布 三入包装 接着又去旁边的小超市 超市里也有在卖一些水果 这个两入包装的苹果上个礼拜我们有买 非常的好吃 好甜好脆哦 不过今天想要试试水果摊的苹果 来先买这里的香蕉 这样子的小包装刚刚好 还买了一些柚子要去远足用的便当食材 这个泡菜是我要吃的 小孩子的便当里面都会有小热狗 现在在日本的标价都会有两个数字 记得要看下面比较多的数字 那个是含碎以后的价钱 最近又多了很多新口味的小蛋糕 看起来很好吃 接着又买了一包冷冻的炸鸡块 也是做便当的食材 其实超市都有在卖很多便当的食材 让妈妈不用这么辛苦 接着走到药局里面要去买茶包 因为最近天气变冷了 在家里都会习惯喝茶 我要去买的是没有咖啡因的茶包 这样在家里喝一整天也不会睡不着 就是这个中文叫南非国宝茶 有一点点普洱茶的味道 又没有咖啡因 我还蛮喜欢的 买完一些杂货之后 最后终于要去买苹果了 因为苹果比较重 所以要最后再买 这里的苹果看起来都还不错 有五百、四百、三百的 五百的是比较大颗的苹果 最后感觉这四百的苹果还不错 应该是蛮脆的 放进篮子之后再去买一些菜跟鸡蛋 现在还有在卖麝香葡萄 上个月也有买来吃 真的很甜 很好吃 我觉得感觉不像在吃葡萄 感觉像在吃别种水果一样 真的很好吃 这个洋芋片在特价买了一罐 这里也有在卖单颗的苹果 种类也是蛮多的 这个是古早味的羊羹糕 最近日本的菜价涨了20到30%左右 其实算是涨蛮多的 身为家庭主妇的我 非常的有感觉 之前像这样子的一包生菜 大概120到130左右 现在都要涨到180了 鸡蛋大概涨了10%左右 这里也有卖店家自己做的家常菜 其实我都没有买过 下次想要买来吃吃看 结上之后 今天的全部采买就结束了 结了两大袋要回家了 现在在日本也要自备购物袋 如果没有的话 也是要花钱买塑胶袋 一个塑胶袋 通常都是3元或5元日币 回到家之后就先切苹果来吃了 虽然没有比上次买的甜 不过也是很脆 也还不错 之后又开始要来做饭了 加点沙拉油 让米饭粒粒分明更好吃 锅内放入洋葱 红萝卜还有200ml的水 准备一下调酱 今天我要做的是日式炖肉 有时候为了要方便 就是煮一大锅 蔬菜肉类一起放进去 很方便 把酱汁淋在肉上 这样子更入味 炖煮一下之后再加入豆腐 继续炖煮 简单的日式炖肉就好了 有时候很懒的煮饭的话 就是这样子炖一大锅 很方便 什么都有 我跟柚子要先开动了 いただ いただきます 要说什么 说出来一个个姐姐吃饭的 再说一次 说出来一个个姐姐吃饭的 好乖 いただきまーす いただきまーす 好了趕快吃了 嗯 美味 這是明天 欸後天 就要遠足了對不對 遠足 所以這遠足 說一次遠足 柚子啊 柚子 遠足說一次 遠足 有時候都會強迫柚子要說中文 那個字跟中文一樣 小孩子最喜歡吃這樣子的燉肉了 其實大人也很喜歡吃 柚子吃飯的時候也是很認真的看著電視 吃完之後她說她還想要一點點的飯跟湯 不過我還是加了一些料給她 通常煮這個日式燉肉她都會再續碗 也把湯汁喝光光 其實我喝的是葡萄汁 因為感冒還沒好所以我喝的是葡萄汁 還沒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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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K先生比較早回來 所以就在家裡小桌一下 Ultra garlic 蒜味很重 可是很好吃 你用一個すごい 蒜頭味很重的洋芋片 對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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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蒜味很重 你蒜頭味很重 好吃嗎 很厲害 很厲害 妈比很喜欢 第一次一半 蛮扎实的一个可以吃 三个人一起吃 今天的日常分享就到这里啰 还是很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